今年是疫情趋緩之後第一個暑假 為了因應大批的放假人潮及出遊的人潮 花蓮縣警察局也做好準備了 為了守護青少年的健康安危 7月份開始就展開為期兩個月的青春專案 深夜時間警察人員走進網咖 向在座的客人一一盤查身份 尋找是否有未成年的青少年在外流蕩 受到疫情影響 過去三年不少學生的假期 只能待在家中 或是選擇較為靜態的休閒活動 而今年則是解封後的第一個暑假 為了守護青少年的健康安危 花蓮縣警察局做足準備 動員超過百名警力 從7月份開始展開為期兩個月的青春專案 暑假期間學校跟家庭降低了對青少年的監督 青少年容易因為好奇 貪玩 金錢誘惑 同才的邀約容易產生偏差行為 在暑假的第一個週末 動員了152名警力 執行春風專案 並且針對轄內56個營業場所 執行擴大零檢 掃蕩 在暑假的第一週 警方已經查獲通緝11件 毒品3件 榨漆2件 組織1件 兒哨性剝奪1件 公共危險13件等違法案件 共計移送36人 而警察局長呂世民也表示 將會結合在地民間團體辦理有意青少年身心健康發展的各項競賽活動 希望在各方面的努力之下 能讓青少年公度健康又安全的暑期歡樂時光 記者 徐立晴 華臨時報導